但是偶爾發生 就是如果鞋子都沒有問題 然後ABCD這個防鞋都沒有問題 可是偶爾就是鞋子穿到 反正就不要太在意了是吧 欸老師我這邊想問一下 就是說五歲小朋友 他的專注力時間 我們是要怎麼樣計算 其實我想要提供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大家在計算每一個年齡層的孩子 應該要具備幾分鐘的專注力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基本玩意OBOI的頻道 那基本玩意會特別邀請各領域的專家 跟我們一起面對家長現在遇到的問題 以及即將會遇到的問題 那我們會運用兒童桌遊 增進親子之間的關係的交流 那我們就一起看影片吧 嗨大家好歡迎又來到迷人堂 那我們自詩為家長的過濾器 所有的遊戲我們都是自己使用過 跟孩子一起玩過 確認他是推薦好玩的 我們才會引進到台灣來 那我們這一次呢 邀請到兩位職能治療師 蘇老師跟洪老師 跟我們一起來探討 五歲小朋友到底適合哪些遊戲 那五歲的小朋友 該先培養哪些專業的能力 那我們先歡迎 哈囉大家好 我是職能治療師蘇紫英 哈囉大家好 我是職能治療師洪玉玲 兩位老師我想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說在市面上遊戲琳瑯滿目 常常看到這個年齡層的分類 寫什麼五加六加七加 我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專家推薦的年齡 或者是說他只是遊戲廠商想要放的年齡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也其實也替這些家長來提問 就是五歲小朋友到底應該就是具備哪些能力 然後我們在選遊戲上面到底該怎麼挑選 才是真正適合這些孩子的 嗯其實五歲呢 他就是準備要進入基本上大班的年紀 所以大班其實就是要準備往小學邁進 所以以大班來說 我覺得第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專注力 那專注力其實大家講到 平常大家都講的很多 那專注力其實我覺得 我們就主要是分三種嘛 就是包含是持續性的專注力 然後還有這個轉換性的專注力 在不同的概念之間可以做轉換 再來就是分散性 就是我可不可以同時一心二用 去同時顧慮到很多事情這樣子 其實剛剛那個子音講到就是 在大班要就是升小一這一段 其實五歲有時候可能有的孩子 比較早入學的人就是中班的這個年紀 我們前幾集其實跟子音老師也有一起聊到 就是說幼小銜接這部分 其實不是從你大班畢業那一年才開始準備 我們是從中班就開始準備 所以如果你對我們上一次的這一個 內容感興趣的話呢 請記得在我們下面的 就是Description box裡面去找那一集 我們會特別把它列出來 那中班到底應該具備哪些幼小銜接的能力 就先就是去那一集看一下 那我們再講回來 就是其實我們在進入中班 有的孩子他不是小班就入學 他是中班才進入幼兒園 他需要具備一些社交的能力對不對 他進入這一個團體生活 我們才發現原來他這麼容易分心 就是你剛剛講到的專注力的部分 我們才發現原來就是孩子 他專注力的時間這麼的短 對沒錯的確因為進入學校的時候 他是團體生活 那在家裡呢 其實每天的作息比較固定 然後再來就是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要做多久就做多久 比較沒有就是我一定現在要去做什麼事情 或是我要持續多久的時間 所以的確在專注力這個部分呢 是在很多孩子進到幼兒園之後 那才會發現說我的孩子好像沒有辦法 持續專注在課堂裡面 好那洪老師要不要幫我們就是補充一下 就是五歲小朋友還需要具備 哪些能力在挑選遊戲上之前 我們可能要先讓他知道 就是讓家長知道 五歲還有哪些能力需要具備 第二個的話我會覺得是視覺搜尋 視覺搜尋 對因為配合在幼小轉嫌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想我們在閱讀的時候 其實是很需要跟著去看 或者是老師講說 我們現在在第幾頁的哪個地方喔 你都眼睛要看過去 所以我覺得視覺搜尋也是蠻重要的一個能力 那子依呢還有什麼想法 另外一個是其實他們從五歲開始 我們其實他慢慢要發展出很多比較難一點的動作 包含是球類 包含是有一些側向的跳躍等等的 那其實在發展之間比較進階的這個動作技巧的時候呢 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動作模仿能力好不好 對那動作模仿其實我們講的就是看到動作之後 我能不能模仿得出來 那這其實跟之後像書寫其實也會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就是連模仿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能就錯 沒錯 老師那邊還有沒有就是要補充的東西 我覺得空間概念也是一個在五歲的時候應該要發展出來的 因為我們可能都會覺得說好像不太需要在意這個 但其實他也會跟之後書寫蠻有關係的 老師指的空間概念是指什麼樣子的空間概念 像是上下左右前後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在寫字的時候 它也有分左邊右邊然後上面下面的部件它有不同 對所以這個也會跟之後的寫字有關 好那我們剛剛已經知道有四個能力是五歲的小朋友可以先具備有的 第一個就是專注力的部分 然後再過來是視覺搜尋 然後第三個是動作模仿 以及第四個是空間概念 所以我們就從第一個專注力的部分先開始來看看 有哪一些遊戲是適合提升這個專注力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子音開始好了 好的那專注力的部分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這個叫做棒棒糖 那棒棒糖裡面呢它有非常多種類的包含是顏色 然後個數還有不同種類 包含有一些是棒棒糖 有一些是冰淇淋 有一些是蛋糕 那它我們希望呢 孩子可以在裡面去提升的包含是持續性的注意力 跟轉換性的注意力 那我想要先從持續性注意力開始 因為孩子其實在過程當中他需要不斷的做搜尋 那他的視覺的這個搜尋的這個注意力 他就要非常專注的去看每一張翻出來的卡片 欸老師我這邊想問一下 就是說5歲小朋友他的專注力時間 我們是要怎麼樣計算呢 其實我想要提問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大家在計算每一個年齡層的孩子 應該要具備幾分鐘的專注力的時候呢 你就直接把他的年齡去乘以2到3 那他得出來的就是分鐘 比如說以5歲來說呢 基本上我們會預期他可以持續專注 10到15分鐘的時間 對所以大家如果有各個年齡層的孩子 你們就可以用這個公式 然後去統一做計算這樣 好我們再重複一次後是年齡乘以2到3 比如說你是8歲的小朋友就是8乘以2到3 所以你的孩子該專注的時間就是16分到24分之間 那如果是2歲的孩子呢就是2乘以2到3就是6到4到6分鐘 OKOK就是很簡單就是年齡乘以2到3 今天這個真的是非常重要指標耶 因為其實很多家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應該專注的時間有多少這樣子 好那除了持續性專注力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棒棒糖非常棒的地方是 它可以練到孩子轉換性的注意力 那轉換性呢就是它在不同的概念之間來回做轉換 那這對比如說未來在不同科目的概念理解 或是同一個單元它要做在不同概念之間的跳轉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順暢 那這個呢它的為什麼可以練到轉換性的注意力 因為你可以搜尋的是你請孩子去找 好譬如說都各數都是兩個的 或是去找都是橘色的 好或是說都是找一樣的東西包含是找蛋糕 所以它呢就會在顏色在各數在食物的種類之間做跳轉 那你可以隨著孩子的年紀 譬如說如果以年紀比較小的孩子5歲以下的孩子 我們就可以是以顏色 那我們可能可以同事說好那現在你幫我找綠色 下一個找粉紅色找橘色等它對於這個顏色的規則已經熟悉了 可能三到四個回合之後 我就跟他說好那我們現在呢要去找蛋糕 不同顏色沒有關係 對所以基本上你在這個規則之間的轉換的快速的程度 如果以5歲的孩子來說 我可能就會每一個回合就會做不同的跳轉 對這都是可以做調整的 那它孩子在這個過程當中就可以去理解 或是去關注在不同的這個規則上面 去提升他們的轉換性注意力 讓他的這個彈性更靈活對不對 而不是很死板板的就是很難跳過去這樣 沒錯 OK 那再過來第二個是我們的視覺搜尋的部分嘛對不對 視覺搜尋洪老師要介紹的是 我會介紹的是香蕉人 那香蕉人的話就是它有兩個牌 那第一種的話它是像這樣子 是 對它是有配件卡 對然後配件卡它上面呢就是會有大概三到四種配件 不過它不是每一張卡片上的配件都完全不一樣 它可能是有一些卡片 它的它的配件是類似的 例如說可能像這兩張卡片 它都會有電腦 對 但其實它的職業是不一樣的 那香蕉人呢 它這個是搭配工作 所以呢它會有這樣子的工作卡 那小朋友就要去找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個配件 是屬於哪一個人的呢 對 所以在視覺搜尋上 它其實要記的就會比較多 對它可能要記住全部四個東西 對那這其實也同時考驗到小朋友的工作記憶力 它不太像以前的玩具 可能我只要記顏色喔 我只要記它的數量喔 它現在要記得是變多了 就是一個東西它可能對應到可能兩個三個不同的職業 或者是說我現在一次要記四樣東西 然後去找同一個 去找某個職業 它可能自己要去判斷 有點像你剛剛那種也是條件式的對不對 它要去判斷這樣 OK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的視覺搜尋的部分 那第三個我們剛剛講到的是動作模仿的部分 對 那子音你會推薦我們是什麼樣的演講 其實動作模仿啊 我會推薦的就是這個 叫做俄羅斯娃娃 那它主要有兩種卡牌 第一種卡牌是娃娃 然後有不同的動作 那另外一種卡牌呢 是每一張卡片上面有三個顏色 那基本上這個也可以延續到剛剛洪老師講 它也可以做視覺搜尋 包含是每一個娃娃身上 譬如說它是紅色黃色藍色 它就需要去找到 上面有紅色黃色藍色的這個卡牌 這就是視覺搜尋 但另外一個我們提到的是動作模仿 那動作模仿是當孩子拿著卡片回來的時候 我們會要求它會鼓勵它說 你可不可以模仿一下上面娃娃的動作 那在這個模仿的過程當中 你看它是從平面 然後它必須要去理解這個動作的 它的每一隻手的位置 每一個肢體的位置 還有表情 沒錯 然後去把它做出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孩子就從這個 用自己的鏡像神經元去理解了這個動作 然後去把它模仿出來 鏡像神經元是不是也跟我們寫字的時候有關係啊 其實鏡像神經元是我們在學習任何動作的時候 它最先啟動的一個神經元 因為它我們在學習任何動作之前 我們其實就是都是從模仿開始 我們先從模仿 然後再慢慢的累積我們自己的動作的策略庫 然後策略累積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去學習到不同的動作 對 所以動作模仿 我們剛剛在一開始說 它是學習所有的動作 動作包含是大動作 球類 包含是跳躍 跳繩 那到這個書寫其實都是動作 那在學習這些動作 跟發展這個動作之前呢 動作模仿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像我們那個香蕉人裡面 他也有一個規則是說要做出他的動作 就是說你除了要喊出來 還是什麼職業 你還要照著上面的動作一起擺 這其實也是像這個同樣的概念嘛 就是動作模仿的概念 就是看著圖案然後做動作 對 那動作模仿除了看著平面 其實平常你也可以鼓勵孩子 就是模仿你的動作 你們可以玩一個叫做 你模仿我 我模仿你的遊戲 對 那所以其實孩子就會從 生活當中去嘗試注意到別人的是什麼動作 然後去嘗試把它模仿出來 所以像那個小朋友最近常常看一些抖音 或者是看一些YouTube 他們學一些韓風的韓舞MV 那個好難 因為他的動作很瑣碎 是不是其實對於一些孩子來講 這個也是他在學科上會幫助他的 像我們小朋友在小學 或者是幼兒園的時候 有些老師他們會播放像是YoyoTV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哥哥姐姐做那些帶動的跳 那那些動作其實是比較適合 小朋友那個年齡的發展 那對小朋友來講 有一點點難度 但又不會太難 然後同時又可以跟著裡面唱唱跳跳 其實就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然後也是很動作模仿的一件事情 所以動作模仿對於學習上也是非常大的一個指標 然後也是需要培養的能力 然後最後一個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空間概念的部分 對 那那個洪老師空間概念 你講的上下左右這就代表些什麼呢 就是在空間這個部分呢 其實小朋友他們是有一個發展順序的 對 那大概兩三歲的時候 小朋友會知道說什麼叫做上跟下 兩歲 兩三歲 兩三歲是上下 對 兩三歲是上跟下 那大概在四歲的時候 小朋友會知道什麼是前面 什麼是後面 對 那在五六歲的時候 小朋友會開始慢慢的發展出 什麼是左邊 什麼是右邊 對 所以在五歲中班大班的年紀 如果小朋友他們在穿鞋子 左腳右腳還有一點點分不清楚 其實是蠻正常的 就是還在他們的發展階段 因為左右的概念還沒有完全成熟 這個是偶爾發生沒有關係嗎 還是說什麼樣的指標就是出現的時候 你會建議家長可能也是要尋求專業老師的寫作呢 如果是小朋友他們已經開始學寫字 對 學寫數字啊 或是學寫果字 對 然後你發現 每一次小朋友他在寫字的時候 他好像都沒有按照一個順序 他都是很隨意的 對對對 或者是說他好像都是用畫的 他不是真的在寫字 對 通常那樣子的狀況 我們都會建議要尋求專業的寫作 但是偶爾發生 就是如果寫字都沒有問題 然後ABCD這個防寫都沒有問題 可是偶爾就是鞋子穿到 反正就不要太在意了是吧 或是像在大班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一些在 因為大班基本上數字的書寫應該要穩定 那有一些孩子或是有些家長 會跟我們反映說我的孩子 有非常大量鏡像的這個數字書寫的狀況 那對於這種比較基本的這個書寫 都還是有很多鏡像的狀況的時候 可能也是來自於他們的空間概念 或他們的方向感發展的比較不夠 所以他們在判斷跟書寫這個方向的時候 會出現很大量的鏡像 不過那老師你今天就是在空間概念上 要推薦的遊戲是 是這個貓抓老鼠 那貓抓老鼠呢 他就是在他的圖片上會有箭頭 對那這個箭頭是上下跟左右 就你剛講的兩歲三歲跟四歲會用到的 對就是他們基本上已經發展好的是上下 那在左右的部分還正在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個左右 蠻適合讓小朋友去判斷 欸什麼叫做往左 然後什麼叫做往右 所以其實這個概念也是 中大班開始可以培養 就是開始培養的起點啦 不要說他一完然後不會你就責備他 因為正在開始嘛 正在培養他 所以我們就是陪著他一起長大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五歲我們就是四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注意力 對第一個是注意力 第二個是 視覺搜尋 然後第三個是動作模仿 然後第四個才是我們的空間概念 所以這四個要點你們記住了嗎 就是以後選五歲小朋友適合的遊戲 可以先參考這四個要點 然後 我們再加入其他你個別想要加入的 就是培養的能力這樣子 好那也不要忘記了就是五歲其實是 幼小銜尖能力培養的起點 就是說可以開始為了進入小學而準備他的各項能力這樣子 好那這一集的內容如果你覺得對你跟你身邊的朋友有幫助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分享給他 以及訂閱跟按讚 那我們就會再繼續努力再拍下一次的七歲小朋友 該準備哪些能力那記得要來看喔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 OK 掰掰 掰掰